大家好,想吃脆皮油条别出去买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脆皮油条非常好吃的家常做法 只需要记住关键两个点,保证你长出来的脆皮油条 外皮酥脆,各个空心,蓬松渲染,不塌陷 有点新手也能一次成功哟 下面我们跟着视频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 碗中准备500克的普通面肥 加入6-7克的持绒盐 打入两颗母鸡蛋 两颗鸡蛋大约是90克 然后用筷子给它搅拌一下 接着往里面加入10克的脆皮油条粉 这个油条粉还可以炸油饼 再次用筷子把它拌匀 再分少量多次的往里面倒入200克38度左右的温水 边倒边用筷子搅拌 搅拌至大絮状,往里面加入30克的食用油 可煎好的话,带上一次性手刀 下手把它串成面团 想要油条,炸串的好吃 千万不要揉,一定要像这样用手给它串 用遮叠的手法 串成团之后,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刚开始这个面团是踹不光的 然后干上保鲜膜,放在这里给它醒个10分钟 再踹 10分钟之后,下手再把面团给它踹一下 接着我们再把面团移到案板上面继续给它踹 一直把面团给它踹匀,踹光 就像这样,反复的给它遮叠,按压 我们也不需要三形三踹 非常的简单,省事,就连新手小白也能一看就会哦 面团踹好之后,下面再给它包上一层保鲜膜 缠的时候给它缠挺 把里面的空气给它排出来 这个面团我们也可以头一天晚上活好 放到冰箱,冷藏发酵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拿出来回一下温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放到温暖的地方,醒发30分钟 30分钟之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油条面团已经发了 体积明显的变大,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案板上面撒入适量的干面粉 我们把这个面团给它取出来,放在案板上面 表面也撒入适量的干面粉,防粘 再把这个面团给它提起来 不需要揉,直接用手把它生长 再用擀面杖把它擀一下 最后我们把它整理成一个 厚度大约是一公分宽的厚片就可以了 再给它改一下刀,都给它切成两公分宽的条 在隔一条生片上面给它打上一条水印 下面两个生片为一组,给它重叠到一起 再用刀背从中间给它压一下 这样粘的会更加的牢固 这样我们的油条生胚就制作好了 等所有的油条生片全部做好之后 依次给它摆在案板上面 再盖上一层保鲜膜,放在这里给它二次醒发十分钟 这一步可以使我们炸出来的油条更加的蓬松酥脆 接下来锅中都倒写食用油,烧至六层热 筷子放进去周围迅速冒泡泡,这个油温就可以了 将我们醒发好的油条生片给它放进来 用手给它伸一下 大家看一下,生片放进来之后立马就飘上来了 这个时候用筷子不停地给它翻弄 翻得越快,油条扎得越大 一定要不停地给它翻 大家看一下,越翻越大,非常的漂亮 炸油条的时候一定要高油温下锅 这样炸出来的油条才会蓬松,渲软,不塌陷 表皮非常的酥脆 全程大油炸了40秒左右 炸这油条表面颜色金黄酥脆 像这样就说明可以了,我们给它捞出来控油 我一会儿工作,所有的油条全部都炸好了 大家看一下,颜色金黄酥脆啊 特别的蓬松渲软 再听一下这个声音 非常的酥脆 然后再掰开来看一下里面 哇,大家看到了吗?各个都是空心啊 蓬松又渲染,外皮非常的酥脆 咸香美味,比买的油条还要好吃啊 最主要的是自己在家做的干净卫生 安全领天加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这个方法呀 保证连新手看了也能一次就会呀 我们用这种方法,炸出来的油条就是放上三片都不硬 非常的柔软,好消化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坐给家里尝尝吧 好了,今天给大家分享脆皮油条的做法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对,我们下个视频 不 redes AAA